尼文鲁 叶子宇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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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雲雲點故鄧 天上地下說退聲 花藥仙子比重 不離金陵夢赤塵 一生坎坷苦昨天 心一刀轉換一陣 不忘胭脂故停止 尾巴掙盡又是人 人生坎坷苦昨天 心一刀轉換一陣 不忘胭脂故停止 尾巴掙盡又是人 人生坎坷苦昨天 心一刀轉換一陣 不忘胭脂故停止 尾巴掙盡又是人 又是人 尾巴掙盡握 你看 又有灯一邊起來 你看 來 四丫頭 你嚇壽我了 小碟送給你的 寶貝 死丫头你别跑 我追上你了 我追上你了 红莲姐 听说杨娜来了的山东人 是老爷的同乡 自战才子 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只听说她一来就帮老爷断案 那长得什么样子 汉文气的书生相 红莲姐 你不是常说富有诗书气字华吗 你这小丫头 走 我们到那边去 走吧 有点累了歇会儿吧 这事多 这儿的景色还不错 你看那边 你才是呢 什么呢 好样 我们这不是那边玩 特别好玩 穿和服 没有规矩 老爷 小人发现一颗人头 在南山的一个树洞里头 是南山枯井里尸首的那个人头 是的 是他的人头 来人 在 此话当真 小弟燕明确实是死者的人头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村的 小人名叫王武 是和死者一个村的 赏他一千条钱 是 谢老爷恩典 这人头已经找到 尸体已全 这案子呢 也该结了 本老爷念你年纪轻轻 早早失去了丈夫 往后的日子是比艰难 你若有中意的 而且般配的 你不妨就改嫁吧 不行啊 既然嫁给我们正嫁 那就是正嫁的人了 不说 他是嫁给你们正嫁 不是卖给你们正嫁 这样吧 孙大人慈悲为怀 你们先回去 要是有人来提亲呢 就让衙门 递一道请婚的状子 让衙门给你们做一个官媒 行吗 谢大人 谢老爷 补师爷 老爷有请 胡兄弟 请婚的来了 是你啊 你不是那个找到人头的王武吗 你的功劳可不小啊 大人过节了 小人想和那寡妇结婚 特来讨个官媒 困进来 是 大人 大人 你 把那个寡妇带来结案 走 你知道谁是杀你丈夫的真正凶手吗 胡城 不对 是王武 你和王武才是杀你丈夫的真正凶手 大人 大人冤枉 冤枉 大人 冤枉 大人 你怎么知道南山上的尸首是你丈夫 你从山底下一路的跑到山上 你怎么知道你丈夫死了 到了山上 一领破袭盖着屋头的尸首 你也不上前辨认 凭什么就一口咬定 他是你丈夫呢 王武 那尸首的脑袋在树洞里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是想让那个脑袋和尸首赶紧着合并 赶紧着结案 你赶紧着娶这个妻子 是不是 我招 我招 小人与这女子自幼有情 这回就发了狠 起了杀心 罪不在她 她是无辜的 她并不知情 不 老爷 不 大人 这事不管她的事 这事起源于民女 那天民女在酒店 听到湖城和丰安摆阔 湖城说她杀了人 丢到南山的枯井里 民女当时心里一动 何不假戏真做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找王武商量 如此毒妇啊 不 老爷 她是好女人 她没有杀人 人是我杀的 该杀该寡 由我王武承担 好一对义气男女啊 大人 我和王武自小亲没竹马 我们本应该是一对恩爱夫妻 可是应是被父母拆散了 民女家的丈夫 是个毒鬼 也是个酒鬼 她在外面读书了 就喝酒 喝多了酒 她就回家 琢磨自己的女人 大人 老爷 你们看 民女身上的伤痕 都是我那死去的丈夫所为 是怎么杀的人 是趁她喝酒喝多了 我杀的 不 人是我杀的 不 王武 你走吧 你再去找个女人 再去找个女人 过日子吧 那咱们就一块死了 不 生不动在一起 不 死在一起 不 你快走啊 拉下去 关注死老 是 走 走 快点 快 上 快点 好 加油 怎么回事 好 你喂 我吃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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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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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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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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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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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孙大人的家建吗 这是孙大人的小气和一群丫头 这些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儿 一旦有一天她们有了婆家 她们还会这样天真烂漫吗 那要看她们所嫁的夫君 是否称心如意了 父母之命嘛 由不得她们选择能有多少如意呢 这倒让我想起来 那个关在死牢里的女孩儿 如果不是父母硬把她们拆散 恐怕这无头实案的悲剧 是不会再演了 这天下 男女之间的如意事实在太少了 你说这天下的事情 它怎么会是这样的 这是几千年的历史 都习惯了 这叫传统 书生义气 只有一根破笔 呐喊几乎 但至少我们可以从鬼狐的世界里寻找一点人类感情的自由 先生真是性情之人哪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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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说不知 何其他人 我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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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外的那个小伙子两眼亮光灼灼 看得烫人 小伙子英俊吗 不害羞 小伙子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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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伙子 你在干什么呢 我来找个人 你说什么 我来看个人 看谁呢 快去呀 先生 小姐请您屋里喝茶 走吧 喝口水去 小伙子 你是哪儿的人呢 囚村 刘村 囚村 囚村 你们村里头是不是有一家人家姓王 在下就姓王 姓什么 姓王 我父亲就是那个药材部的王熙桌 你外婆家是不是姓吴 是啊 我外公人姓吴 叫吴楚才 这简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你妈的小名叫琼花 我是你妈的姐姐 孩子 还不赶快叫姨妈 姨妈 受侄儿一败 坐坐坐坐坐 这么多年不见了 都长成大人了 我也有个小女儿 叫英宁 是偏方生的 自打你姨父死了以后 她娘就赶下走了 这孩子啊 从小是我抚养大的 姨妈 我能不能见见咱们家的表妹啊 行 英宁啊 快出来 见见你表哥 英宁啊 快出来呀 小姐快看见你 瞧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孩子们嘻嘻哈哈都不知道忧伤 快来 见见你表哥 表妹今天多大了 怎么不告诉人家 你表哥问你 会不会骑马 瞧瞧瞧这死丫头 又知道笑 姨妈 英宁妹妹这一笑啊 又好听又好看 整个的院都跟着高兴 连着竹林啊 屋里的摆设都跟着高兴 小蓉 你这懒丫头 听见没有 可以说了 你这屋里的摆设啊 可不怎么干净 都十六了 都快成家了 还像个孩子 表妹笑得真甜 她一笑 大家都跟着高兴 你还夸她呢 你要是喜欢她呀 就在这多住几天 这屋后有花园 有房子 你要是想看书 想睡觉 想聊天都行 这儿记住了 下来 下来 别摔着 妹妹还记得这个吗 都五败了 还留着她 这是妹妹扔到我头上了 表哥要是爱花 待一会儿 我张一大捆给你 表哥爱摘花的妹妹 因为我是你的亲戚 不是亲戚之爱 是夫妻之爱 夫妻之爱和亲戚之爱 有什么不一样 夫妻之爱 就是能够睡在一块 我可不习惯和生人睡在一块 不过 我挺喜欢表哥 表哥的眼神 胖得人心里直发慌 那怎么说 你是真的喜欢表哥了 也许过几天熟了就好 我就是不习惯跟生人睡在一起 小姐 奶奶叫你去吃饭呢 饭早就烧好了 等了你们这么大半天 我和表哥在后花园说话来着 说什么话呀 这么长时间 表哥说 他要和我在一起睡觉 你表哥说什么 他说 这只背着人说的 翘翘话不能说出来 背着人说的 还能背着母亲 再说了 睡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说什么呢 我们说呀 妹妹说呀 姨妈最好 姨妈什么事都依着她 瞧这丫头 也学会讨好娘了 我看呢 她是喜欢上你了 怕我不肯 才故意这么说的 好吧 这事啊 就依你了 瞧这丫头 这么这么 明天跟你表哥一块回家 表哥 你肯要我吗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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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是有过一个姐姐 可是听说 姨父和姨妈早就死了 听说 姨父生前 曾经娶过一方小妾 可是狐狸变的 后来 生了一个女儿就走了 听姨妈说 姨父生前 确实娶了一个小妾 就生了英灵表妹 那姨父 死后 姨就改嫁了 那英灵表妹就是 姨妈抚养长大的 可是你姨妈早就死了 难道 她就是那个狐狸精 就是由一个 鬼妈妈养大的狐狸精 快 你去把她叫来 让娘再看看 还是让她 照常拜见客人 别惊动她 好看 好看 表妹 你去到客厅 给客人拍拍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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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记不记得 哎呦 你看 不笑呀 这有补给呀 哎呀 哎呀 好笑 最好 请 请 大家别客气 别客气 请用茶 请 漂亮 姑娘了 姑娘了 不愁 谢谢 这不愁 其他了 好 停停停 到了 说就是这话 怎么都没了 等等 真是狐狸精变的 走 快上道观 季游道长 秋道长 小儿近日娶亲 是自主婚姻 可那儿媳妇 来历不明 家事可疑 老身估计 她是个狐狸 是狐狸 惯来就会迷惑书生才子 可不是 他们两夫妻恩恩爱爱 甜甜蜜蜜 好的 如焦死期 既然如此 施主 施主又何必多虑呢 可老身 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和一个野狐狸 同枕共眠呢 我也曾给这个不孝之子 说过不下十个姑娘 可她一个都不中意 这可倒好 自己出去竟找回来这么一个 她这胆子也太大了 这不 把个野狐狸 引进了家门 道长 老身恳求你 帮助我降妖捉怪 捉住这个野狐狸 让我儿子看看 让他知道知道 自作主张 有什么好处 这个事情 必得在白日去做 白天野狐的法力 不及晚上打 明天叫你儿子 躺在床上装病 床前放七只坛子 不成天罡大阵 每只坛口贴一个道符 野狐进了仙坛阵 必然走投五路 然后窜进坛子 叫你儿子赶紧盖住坛口 那狐狸就逃不出去了 到时候将坛子放在大锅之内蒸煮 你那儿媳妇就现了原刑了 谢道长支点 天哪儿媳妇就现了原刑 干什么 你也是 你也会 这本有点 汪郎 你这是怎么了 我有点发烧 还好 不是很严重 好了 待会儿我去摘几个梨 给你降降火 出来 出来 都出来 快 摆这 这 从这 行了 待会儿我去摘几个梨来 替你降降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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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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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杀 HOLY 他涉世未深 他天真浪漫 他用笑面对这个世界 他没有害人之心 我们为什么要害他 他是狐狸 我爱他 倒拜倒下 姨姨 你就是真无力会爱 咱们走 咱们也在这儿 自幅 走 好一个英明啊 好一个英明啊 对了 那个新来的秀子真的会是蒲松林吗 老乡见老虾两眼泪汪汪 又该打嘴了 孙大人久等 不好意思 好一个辽斋啊 斋名浅显而典雅 内涵丰富 这一个辽子 尽得未尽南北朝的清淡之风啊 大人过奖了 宗林一个不一之人 平时结交的都是渔翁山民下里巴人 我看这个辽字 当以民不聊生之聊 聊以字语之聊吧 行行行 好 果然不通反响啊 听说蒲先生正在著书里说 胡乱涂鸦而已 蒲先生满腹经轮 势必应了那句老话 铁尖丹道义 妙手作文章 文不识道 坐坐坐 你看啊 宋林生来喜欢散弹 也喜欢点一文一事 至于写书嘛 全是贤书 至于道义二字嘛 圣贤自有圣贤之道 百姓自有百姓之道 这百姓之道 未必就是小道 婆兄既为儒生 以后要借助科考之门 当以不走偏锋为时啊 大人有何见叫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户部尚书 麦大人年轻的时候 在楼上读书 有一天呢 天下大雨 三下大雨 二天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一条墨龙啊 大人的美意松灵心灵了 大人是暗示这大人物由小到大 是从书箱里爬出来的 书里自有凌云之至 得依靠着书本 才能带着湿淋淋的墨汁冲天而上 好 蒲兄既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我真是十分高兴啊 好吧 咱们说正事 最近几处无敌绝口 灾民无数啊 我要下去寻查 这家里的事嘛 还要仰仗两位师爷多费心了 松灵真能替大人审视断案 只要蒲兄愿意 松灵愿意效劳 孙某呢 想请两位吃饭 而且啊 我还要向蒲兄介绍一位 对你仰慕已久的女人 真有这事 那松灵在这儿除了认识大人 您就没有别的亲朋好友了 人家说认识你啊 真是所以 那真是谁 蒲兄啊 这七个女子当中 有一个是孙某的儒妇人 第三方太太 听蒲兄的眼里 当不能猜中啊 你看个个都是荣华思雨的漂亮 蒲松林已经头晕不悬了 猜猜无妨吧 不敢猜不出来 这样你猜中了 我送你一个 蒲兄一人在外 身边也需要一个端茶倒水的 摸摸平纸 红袖天香啊 松林命宝只怕是没这福气 我暗示一下 咱们换个毒法 如果松林猜不中 那就托大人的福 赏赐给松林一个女子 要是松林猜中了 那就算松林没福气 这不能领孙大人的美意了 胡先生 你果然聪明 闭上眼睛 只需胡乱这么一点 便唾手可得 世上能有这么便宜的事 好 我就依你 猜不中我送你一个 猜中了 那就算你无缘了 好 贵夫人就是贵夫人哪 贵夫人头上有一朵彩云 你瞧那朵彩云 资传蒲松林 拜见夫人 你真是虎仙哪 怎么样 奴家没有骗你 蒲先生 见妾红莲有幸能够在这里 再一次见到先生 怎么说你们原来认识 似曾相识 既然蒲兄 慧眼石珠 那就休怪我孙某小气了 宋陵生来福薄运气差 宋陵认命了 是真才子上仓往往不肯照顾 吴先生今后就该学笨 连笨都学不会的人 那才是真笨 邱太太替命你做主 不吹了不吹了 因为这些男人就喜欢拿女人消遣 那你的意思是 你们这些大人先生们 就不能拿点什么 也让我们女人乐乐 是啊 我们愧为虚为 实在没有什么本事 可以奉献给夫人的 讲故事 说笑话都行 你们不都有满肚子的故事吗 是啊 这倒是个好主意 夫人先来一个 罚笨人先说 好 不许先来一个吧 好好好 我甘愿受罚 不过 这不是故事 这是真事 从林来这的这天 在树下捡了一个灵 在你们南方叫灵角 就这个挺好看的 两边有两个角 那么捡起来拿牙摇摇呢 就吃了 吃了就没了 那没了呢 就朝上头找 朝上头找 那边来了一个老大爷 说你找什么呢 我说这么大一个树 怎么只长这么一个东西呢 他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灵角 我说我知道 这灵角我们北方漫山遍野树上 长得全都是 那我们不叫灵角 叫栗子 再说再说 现在再说下去啊 再讲一个 再说一个 那就说个县令的故事 什么 不过一个北方县令 不是我们这个孙县令啊 要是说他 我们更高兴 说我不雅 这有一天 康县令坐在大堂上 底下有个牙役 放了个屁 康县令听到了说 什么声音 把他给我抓上来 人牙役说 大人 这东西抓不着 什么东西啊 康县令大怒 说他怎么能拿不着呢 有声必有误 他拿不着就是你们中间有人作弊 要是拿不着 我就拿你们试问 这牙役说不行啊 对得出去 绕了一圈 又一圈 他回来呢 捧着一个纸包 放在大堂上 嗯 牙役说 大人 煮饭已经逃了 不知去向 特抓来家属 那大人把纸包一打开 一看是包屎 走 走 禀报大人 我们发现两个偷偷卖盐的盐犯 老爷 在下田七是个猎户 是买盐的 不是卖盐的 他是卖盐的 我们看见他背着盐口袋 你们是什么人呢 大人 我们是天成盐铺巡盐的盐丁 这天成盐铺 是礼部侍郎 王大人的干儿子 独家经营的 凡是保应的盐 都应由天成盐铺 独家承办 他人不得染指 我是买盐的 不是卖盐的 就算你是买盐的 可你为什么不到天成盐铺 去舍近求远 去高游 那那的盐便宜 你是想把便宜的盐买来 好在保应卖 我说你是卖盐的 你还不服 好 你有允许你经营盐业的火票吗 你 你冤枉好人 你刚才不是说有两个盐贩子吗 还有一个哪去了 回大人 那个让他跑了 跑了 对 他跑了 你的腿有病 没有啊 一定有 没病怎么不会跑呢 要么就是不会跑 或者是跑得慢 才给逮住了 是吧 大人 你错了 天气是个猎户 追狐逐兔 那可是家常事 我不信 你说你能跑 你站你来给我跑 看看 跑啊 别听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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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大人 他跑了 关门退堂 大人 你怎么让他跑了 小民百姓养家糊口 一个大嘴 哼得掰成两半花 哪儿的盐便宜 就上哪儿买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是让你们天城盐铺 何罪之有啊 大人 这天城盐铺 可是李部侍郎的 干儿子开的呀 来人 再 靠他们腿有毛病没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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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蒲先生受惊了 原来是夫人 蒲先生的历劫湖尾 能不能让湖脸看看 你真的是 谢谢蒲兄 还记得济南郊外那座院落 还有那个晚上 怪不得呢 我觉得那时候 我想了好几个晚上 才想起来 你就是苏界的妹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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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苏界的阶段 就苏界的平静 你就是苏界的妹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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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是無中華 圓花百歲黑 半生是夢 半生是夢